日本女排雪上加霜 国际排联正式官宣 真过无奈 中国女排劲敌麻烦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排世界联赛 聊聊世界联赛打到决赛圈以后 咱们中国女排最大的劲敌 日本队方面 他们所收获的一个相当不妙的消息 而想必这样一个消息的曝光 让日本队在决赛圈 那么球队冲击四强的目标 有些极大的撼动 也让咱们中国女排因祸得福 可以说是成为了最大的一个赠家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女排的球迷朋友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的女排世界联赛 已经来到了决赛的备战前夕 各支球队现在也都是在摩拳擦掌 准备迎接最后的决赛阶段 而在这一次决赛圈当中 那么作为亚洲球队方面 整体进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可以说在设计联赛里 亚洲几支球队的实力都是相当强劲 除了中国女排来到决赛圈以外 本次决赛咱们可以看到 八支球队当中还有日本和泰国 都是属于亚洲球队 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也证明了现阶段 亚洲球队已经是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实力 那么除了中国女排之外 其他球队也都处在一个 良好的上升阶段对吧 那么尤其是日本女排方面 本次比赛前期可以说 他们真的是逆袭成为了不亚于美国队 在本次世界联赛里 一个大热门的争冠球队 球队好取八连胜的成绩 在前两周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但是在此以后 日本女排就连续吃到败仗 连续输掉四场球 整体积分连续的坠落 一直跌到了世界联赛的第五名 那么最后一场比赛 不知道日本女排方面 是不是刻意的安排 在当时日本队最后一场比赛 是输给了非常弱的一个球队 比利时队 那么这就导致 日本女排本次世界联赛决赛对手 也是绕开了意大利队 导致中国女排去面对意大利 而日本队是选择了老牌球队 巴西队去打首轮决赛 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就备受争议 但实际上选择巴西队的话 也并不算是日本队的一个上上策 毕竟巴西女排也不是没有竞争力 球队现在也是以老代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加上球队核心队员加比 这些强力队员 他们的实力依然是非常在线 那么在场上也能够展现出 很强的竞争实力 所以对于日本女排 这样的选择 有可能会导致 他们最终自乱阵脚 那么最终因为这样的选择 去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对于日本女排来说 还有一个消息 那么让球队在近期 更加是雪上加霜 让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第一支 在世界联赛当中调队的亚洲球队 那么也就是在不久之前 国际排联方面是更新了 本次世界联赛决赛的赛程表 而从这样一份队队表 可以看到 日本女排和巴西队的比赛 是被排在了本次世界联赛决赛圈的第一天 在7月13号 也就是首日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 毫无疑问 就让日本队成为了本次世界联赛 第一个站上决赛舞台的亚洲球队 让队伍必须一开始就迎来一个决战 那么这样的比赛安排 毫无疑问 就让巴西女排更加有利 因为巴西女排 他们前期我们也说了 是一个老牌强队 对吧 大赛经验绝对是相当丰富 但是日本队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出战比赛 没有机会去观看其他球队高强度的比赛 去感受这种顶级赛事的刺激性 而且在此以前 在接近两个周期当中 日本女排都是没有来到决赛的机会 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的状态 可能会非常慢 那么导致球队在比赛当中 迅速被对手去压制 在场上可能非常快的 就丧失了还手之力 所以不得不说 日本女排现在在赛程上 是不占据任何优势的 在球队缺少决赛经验的情况下 那么首轮比赛 有可能就会直接吃到败仗 从而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亚洲球队 而一旦日本女排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么作为中国女排 咱们在后期比赛的话 既可以去借鉴对手在比赛里的经验 那么又可以因为日本女排的淘汰 让我们丧失了 在后期比赛当中的一个劲敌 那么也能够让中国女排 成为后期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所以面对这样的处境 那么对于日本女排来说 想要杀尽四强 想要再去挑战咱们中国女排 整体概率真的已经是非常低了 那么我们也只能奉劝日本队好自为之吧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提起新件事 下一期咱们接着聊